自從政府宣布雙北市進入三期以後 像我們府大醫院昨天就篩檢了 接近300萬病人 量非常非常的大 其實醫護人員真的是有點辛苦 因為昨天是大概有限制到哪幾點的時間嗎 其實我們府大醫院一直以來 都是秉持著以病人為中心 就是病人來盡量都讓他做 那之前大概有一段時間就有限制時段 那昨天因為他的特殊的狀況 所以幾乎篩檢量就突然大增 其實在前一陣子有比較少一些 對 那在一個多月前 因為那時候有一些出國潮有量很大 然後前一陣子有少一些 那昨天又變得非常非常多 預測今天應該也是量非常非常大 所以今天開始早上大概幾點就開始了 有 有 因為今天剛好我值班 我一早來上班 就看急診已經堆滿了人 其實上現在的醫療人員 大概都不是平常的人力都是還算滿剛剛好的 像這個突然間需要很多人力 不管是篩檢或者是一些 比如說隔離的病人你的照護上 當然人力要更 事實上其實是各醫院 我相信人力都滿吃勤的 對 事實上包括現在要分艙分流 那更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因為你突然間其實 其實坦白講以現在的制度底下醫院 大概人力都不會很多 都是剛好夠用或多一點點 但你分艙分流 你等於突然要變成多一組人出來那樣子 所以事實上真的是蠻辛苦的 大家可能像工時 有的時候上班制度 可能要從8小時變12小時等等一些調整 現在目前其實大家也都在協調這些事情 所以你們也現在開始實施了分艙分流 有 其實我們自從這個政府它宣布三級 雙北市進入三級 其實我們已經在十字分艙分流 對 但分艙分流就比較辛苦 就是譬如我們人員 醫師要怎麼分 護理要怎麼分 護育治療師要怎麼分 其實那個非常的 因為有時候你一個班別 就只有一個人上班 現在就要變成兩個人上班 對 然後你可能還要分區 甚至兩個還不夠 所以這個人力要怎麼湊 或者有些業務是不是就沒辦法做了 本來要做的業務就不能要放下來 這個現在真的在協調中 對 所以其實這個人力上真的是蠻吃勤